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熙末年的颓废景象 更重要的是凸显了雍正帝的铁鞋手腕和雷霆之力 有意思的是 在这些足以改写大清历史进程的所有事件中 几乎都可以看到田文静的身影 康熙末年 黄河泛滥 盗贼猖獗 尤其是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大量农田被毁 百姓自然是怨声载道 雍正二年初 田文静履新河南迅速有针对性做出应对 他对于官员亏空等计案迅速破解 妥善处理诸如逃税 隐移土地等老大难问题 河南很快便呈现出为之一新的励志形象 田文静在清查亏空方面 果断采取审追之法 把亏欠钱粮的官员集中调到开封 封锁与外界的联系如一严格审查 其实这个举动有点类似于后来的监视剧著 目的就是防止信息外泄 在查明官员的财产的基础之上 清查核实 则令限期补期亏空 在这样雷厉风行的整治之下 成效明显 原来不正四库的亏空很快收缴完毕 尤为可贵的是 也是最难执行的是贪尼入地 这项政策的实施落地 缓解了河南赴税不均的情况 使得河南无地少地百姓的赴税负担降低 百姓安居乐业 自然天下太平 田文静的出身另类深得雍正帝信任 雍正帝是以孤臣出头 他手下的宠臣也都大体类似 在田文静眼里只有雍正帝 至于其他根本不在乎 不参与党争是田文静的出身所致 但也是这位一生安然无事的金钥匙 说起来 田文静并不是正统的科举进士出身 他的这个贱身是花银自捐的 虽说英雄不问出处 但显而易见 那些科班出身的是不屑田文静的 这样一来 虽说和朝堂里的大臣们 有些格格不入 却在冥冥中叫田文静与党争缺失瓜葛 也算是因祸得福 不过话又说回来 虽然田文静是捐钱做的官 但无论如何这人还是很有本事 这也是雍正帝器重田文静的地方 回顾一下田文静的成长史便会感悟到 这位的发展应该是从基层开始起步 并且几乎波澜不惊 田文静22岁出任县城 知后生致县知周 后改观六不原外郎 郎中基本都是基层干员 田文静原本是汉军旗出身 当时归属汉正兰旗 公元1727年雍正帝念起对大清立有大功 因此入台入满洲正皇旗 这种由汉人直接升格为满旗的在清朝也是极为罕见 恰恰也说明了雍正帝对田文静的厚爱 田文静的正气领然 是他得以善终的内在因素 田文静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人 而且办事严格 正是因为推荐了这样一批得力的干将在一线拼杀 朝廷的击毙才能得以从根本上的引扭转 从而达到励志清明 但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大成的是毕恭亲 还要有干净的履历做背景 据史料记载 田文静不但办事认真 铁面无私 对于自己经办的事物更是均亲力亲为 最为可贵的是 田文静为官很是亲怜 尽管做了十来年的封疆大力 这位的家境却是极为贫寒 子女亲属也没有沾到什么光 田文静的后代几乎是亲一色不一 事实上自己一身正气是田文静改于和权贵世俗教版的底气所在 田文静的秉性与雍正帝一脉相承 田文静一生的历史成就 可以说与亲世宗雍正帝推行的新政息息相关 他是雍正帝极为看重的大臣 凡是雍正帝颁布的政策 田文静总是能完美奉献 尤其是他在河南主政期间 纠正了河南政策层面上的许多失误 经过一番整治和南官风清明 民生安乐 正所谓静默者黑 静诸者赤 有什么样的主子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奴才 雍正心机深沉 极为严苛对待臣子是他的法器 更是扭转康熙时期留下的颓废知识的根本 深得雍正帝气重的田文静在这方面有过不及 这一位凡是讲求抓落实 重实效 办事极快 手段虽说极为不靠谱 但美美总是绝地逢生吕见其功 也正是由于田文静对下属要求极为苛刻 涉于威严 下属都会全力以赴 以免苛责 可以这样说 如果说雍正帝是铁血皇帝 那么田文静就是雍正手里的闸刀 如果说雍正的新政 是一扇开启亲王朝鼎盛时代的大门 那么田文静就是这敲门的砖 雍正元年 田文静出任山西部正史 第二年调任河南部正史 随即着生巡抚 凭借多年担任地方官的经验 田文静竭力践行雍正帝的改革方针 其目的就是整治毕正 因为雍正的严打高压 励志清明 这里面不仅仅有雍正的功劳 更有着田文静的精心辅佐 如果说雍正帝是新政的设计师 那么田文静就是新政的主攻手 如果说雍正帝是推行新政的导演 那么田文静就是新政连续剧的领先主演 雍正帝的酷政虽然在当时 叫人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甚至于有点严酷 但在田文静这一代人的助推之下 雍正王朝的收获还是喜悦满满 由于雍正时期的波乱反正 大清朝的颓废景象得到有力的遏制 以至于到了乾隆朝时期 大清国库充盈 实力大增 在后来的乾隆帝的接力之下 终于把大清王朝带入巅峰时刻 可以说所谓的乾隆盛世 就是建立在雍正帝和田文静 他们不畏世俗鞠躬尽瘁的伟业之上 毫无疑问 雍正最欣赏李魏 厄尔泰 田文静三人 曾要求两江总督影记善向他们学习 影记善这样回答 意思是说 对于李魏 陈耀学习他的勇猛 却不会学习他的粗野繁俗 对于田文静来说 陈耀学习他的勤奋减连 不会学他的过于刻板 而对于厄尔泰 陈耀学他的地方很多 但这位的刚愎自用且不能学 其实影记善的话不无道理 于陈子而言 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点 自然学习的是他们的闪光的一面 积极向上的一面 雍正帝和等精明之人 岂能不知道自己的这些 臣子们的短板所在 问题是 对于田文静来说 雍正帝无疑是恩泽有加甚至是互短 对于雍正帝的心政 无论是贪定入地 还是火号归功 亦或是整顿励志 田文静的竭力推进 都会涉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 引起朝廷内外的不满 也在异想之中 有幸的是 虽然雍正极为严苛 更不是一个宽人之主 却对田文静一直极为信任 以至于对田文静一些明显的错误 也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极力掩盖 对于这对君臣而言 可以这样说 没有雍正帝就没有田文静的出头 而没有田文静 雍正帝的心政能否推行 真的很难说 至于之后的乾隆盛世 更是虚无缥缈 所以 虽然上奏弹劾之声 一直没有间断过 田文静还是牢牢保持着高位 一直在雍正帝的心中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